大家好,我是小虎 订阅频道,一起掌球 目前还不清楚谁将接手勇士管理层 无论鲍勃·麦尔斯决定继续留队 还是小麦克邓丽维接替他的位置 甚至是其他球队高管跳槽 这对勇士来说 都是必须在休赛期正式到来之前做出决定 勇士要继续围绕库里 汤普森和格林为核心的阵容 冲击总冠军 他们就必须在今年休赛期补强阵容 尤其是交易市场 毕竟对勇士来说 他们已经不可能签下任何大牌自由球员 甚至是二线球员都已经不太可能 如果非要签下自由球员 那么勇士只能选择老将底薪球员 那么勇士在今年休赛期的最大需求会是什么 打造稳定的季后赛阵容深度 同时确定他们需要留下的角色球员 除了首发阵容 勇士在今年季后赛最大的问题 还是替补席无法提供稳定的表现 例如库明家确实是勇士非常重要的拼图 勇士可以将他摆上货架 前提是能换回立即让球队实力得到提升的球员 至于穆迪在今年休赛期 更需要提升三分命中率 打磨技术细节以及控球能力 还有就是小帕特里克 鲍德温也是对勇士来说有价值的球员 所以上述应该是勇士需要留下的球员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乔丹普尔的拒留 说实话 如果勇士能找到合适交易方案 交易普尔确实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勇士希望在休赛期引进出色的球员搭档库里 继续冲击总冠军 美媒露天看台爆料 勇士计划引进一位出色的内线球员 与外线射手提升球队的阵容实力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步行者的特纳与西尔德身上 并且准备了一份四划二的交易方案 这笔四划二交易的主要内容为 勇士送出普尔加库明加加2028年首轮签架 2029年首轮签得到步行者的特纳与西尔德 毫无疑问 这笔交易对于勇士而言是极为不错 可谓是稳赚不赔的交易 尽管他们送走普尔与库明加两位新星 还有两个首轮签 但是特纳与西尔德的加盟 极大地提升勇士的内外线实力 勇士也将会再次崛起 成为下赛季的夺冠热门之一 冲击总冠军 西尔德本赛季场均16.8分五篮板 2.8助攻 1.2抢断 投篮命中率45.8% 3分命中率42.5% 场均命中3.6g3分 特纳本赛季场均18分7.5篮板 1.4助攻 2.3盖帽 投篮命中率54.8% 场均命中1.5g3分 两人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 可以极大地提升勇士的实力 让勇士变成攻防兼备的顶级强队 特纳有着出色的攻防能力 是联盟里的顶级中锋 进攻端 他有着出色的吃饼能力 以及不错的三分 可以提升勇士内线进攻 而且还可以解决勇士内线没有投射的问题 不过特纳厉害的地方是他的防守能力 防守端 特纳有着出色的护框能力 场均2.3次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 他还有不错的篮板球争抢能力 可以极大地提升勇士的内线防守 相比于卢尼 特纳攻防两端更加全面 更加出色 可以很好地保障勇士的篮框 格林加卢尼加维金斯加特纳的组合 可以让勇士成为联盟内线最出色的球队 让勇士的内外线更加均衡 而希尔德的到来 可以提升勇士的外线进攻火力 希尔德近几个赛季的三分投射非常出色 仅次于库里 是联盟的第二射手 不论是三分产量还是三分命中率 希尔德都是联盟当之无愧的顶级射手 他与水花的三档火枪组合 足以射崩整个联盟 而库里也迎来关键可靠的得分帮手 这样一来 勇士的内线组合就是格林加维金斯加卢尼加特纳 而外线则是克莱加库里加希尔德 这样的内外线组合足以震惊整个联盟 可以说是内外线最均衡的球队 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勇士都是最好的那一道 因此这笔交易一旦达成 勇士将会成为全联盟最强大的球队 也会是最大的夺冠热门 那么这笔四花二交易究竟能否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未免冠军金州勇士没能像去年那样夺冠 而是在西部半决赛输给了詹姆斯和洛杉矶湖人 进入库里时代后 勇士已斩获四枚总冠军戒指 但随着核心阵容的老化和工资支出的飞涨 他们本赛季可能正迎来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一些多年来深受勇士球迷喜爱的球员 比如格林和汤普森 已经进入了他们当前合同的末期 而勇士也将艰难地确定还要把现在的核心阵容维持多久 1.阵容现状 勇士以前就陷入过这样的境地 2019年总决赛布迪多伦多猛龙之后 他们失去了试水自由市场的杜兰特 又无法在接下来的赛季 派上左膝十字韧带撕裂的汤普森 两年后 他们在附加赛连输两场 引发了勇士王朝是否已经终结的讨论 随后 他们强势反弹 再上赛季 拿下了库里时代的第四个总冠军 可到了这个修赛期 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格林拥有276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并有可能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汤普森正来到自己合同的最后一年 有资格获得一份多年的续约合同 勇士阵容设计师总经理鲍博·麦尔斯的合同 也快要到期了 将于7月1日生效的新劳资协议 也会对勇士的阵容升级造成极大限制 如果格林和汤普森都获得了续约 那么勇士就得继续支付巨额的奢侈税 同时还面临智荣构造上的更大挑战 此外 教练组对普尔有多少信任也是一个问题 去年10月签下一份4年1.23亿的续约合同之后 普尔在常规赛表现得相当不稳定 在季后赛也一直处于挣扎之中 如果智荣保持不变 勇士预计会支付共计4.57亿的工资和奢侈税 当他们在自由市场也签完球员之后 这个数字会上升到5亿美元 即便格林和迪文岑佐都离开 勇士的薪资仍会超过1.795亿的第二奢侈税限 所以他们也就无权向其他球员 提供500万美元的迷你中产特例合同 因此 荆州勇士给杰迈克尔·格林送上的合同年薪 不能超过340万美元 也只能用老将底薪合同去签下自由球员 与此同时 在任何一笔交易中 勇士给新球员开出的薪资 也不能超过被送出球员的薪资的110% 例如假设勇士送走了普尔 那他们最多只能给换来的球员 开出3020万美元的年薪 格林和迪文岑佐 在6月29日前都可以执行球员选项 3.管理层的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觉得格林在勇士的日子 已经到头了 那我们就太天真了 是的 格林可以拒绝执行他的球员选项 并进入自由市场 但是否有其他球队 愿意给他提供长期的大合同呢 在联盟中 薪资总额还未超过公资帽的球队 包括底特绿活塞 印第安纳步行者 修斯顿火箭 伯克拉和马雷霆 奥兰多魔术和圣恩东尼奥马兹 如果无法从上述球队中 找到一个可靠的下架 那么对格林来说 一种明智的做法 是先执行下赛季的球员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 格林会连续第三次 签下一份有利于球队的续约合同吗 勇士又真的会给他送上一份长期合同吗 就2014-15赛季至今的出场分钟数而言 现年33岁的格林 可以排进全联盟前十 本赛季 当格林在场时 勇士的防守效率是109.6 而当他不在场时 勇士的防守效率 变成了更差的115.3 作为离出手球员最近的防守者时 他能把对方的命中率 限制在39% Second Spectrum的数据追踪显示 在至少封足过500次投篮的球员中 格林的这个数据 可以排到第二 仅次于杜兰特 当然 格林也可以在执行球员选项后 提出交易申请 就像欧文上赛季 在蓝王所做的那样 迪文岑佐 拥有47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如果他拒绝执行 勇士最多能给他提供一份 起薪为540万美元的新合同 这看起来不太可能被接受 除非迪文岑佐 想以一份低于市场价的合同 来确保自己2024年的早鸟权 那样的话 他能在明年夏天 签订一份起薪为 1200万美元的4年合同 4 仍需观望的续约 关于汤普森的续约 有没有什么折中方案呢 缺席了大约两个半赛季后 汤普森今年打了69场比赛 赛季场均得分达到了生涯第三高 尽管他的三分命中率 在最近10个赛季中 第9次超过了40% 但他的上篮和扣篮命中率 却在2014到15赛季后 首次跌破了60% 他47%的两分命中率 也是自科尔执教以来的赛季最差记录 汤普森有资格签下一份 4年2.2亿美元的虚约合同 但这对球队来说 会是个鲁莽的选择 因为到了2027到28赛季 汤普森的年薪会涨到6100万美元 而那时他已经37岁了 而且 现在没有哪名勇士球员的合同期限 超过了2026到27赛季 库里的合同也只剩三年了 球队的需求 即使作为一支三分命中率 排在联盟第二的球队 勇士也还是需要 可以拉开空间的前场球员 格林的三分命中率为30.5% 卢尼则根本不出手远头 替补球员兰姆 有着36.7%的三分命中率 但他会成为自由球员 6月份的选秀权 19顺位 未来的选秀资产 勇士欠辉雄一个前四顺位保护的 2024年首轮签 这个首轮签在2025年 是第一顺位保护的 在2026年则是无保护的 满足孟菲斯的条件后 勇士得再等两年 才能进行首轮签的交易 勇士有四个未来的次轮签 可以用于交易 如果2024到25赛季 勇士超过了第二奢侈税线 那他们2032年的首轮签 将被冻结 不能用于交易 除此之外 如果从2024到25赛季开始 勇士五年中 有三年都超过第二奢侈税线 那他们2032年的首轮签顺位 就只能落入后半段了 这支度测词 在这支度测词 在本家里 在这支度测词 这支度测词 那支度测词